男人猫的学院又有领养活动了 这一次全都是这种小奶猫 这一窝呢全都是三花 有五只每一个都长得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一看 看这个是不是很可爱 但是它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因为它五个长得一模一样 取完名字之后放到一块 立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了 它长得还算可以吧 像这样的小三花长得 源头源脑都比较好看一点 而且它们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可以放心领养 这个也很可爱 是吧 中午打扫完 这是一个下午的时间 都已经搞成这样了 这个是小奶牛 这个小奶牛是我们从通风牛里面救出来的 来过来 它妈妈是生了三只 然后它掉进了通风牛里面 在里面饿了应该有五千吧 这小八个 它的另外两个兄弟太聪明了 钻到地基里面不出来 我们没有抓到 两个小梨花还有一个小黑猫 它三个呢 是突然出现在了别人家阳台上 然后人家阳台上有那个扎手板 它三个跑到人家扎手板上去了 搞得身上就超级脏 昨天来了之后我们给它做了点清理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猫得充沛 哎呀好像也没有用啊 哎呀我感觉 我的小朋友躺在这里好治愈 嗯不治愈了 哎这是个小奶牛 这个小奶牛长得还算是比较标致啊 你看这四个小转都是白的 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哈 再给大家看这个 我们这一批的领养小菊猫和小三花比较多一点 这个小菊子是当时晚上的时候 我们去救烟道里面的一只猫的时候 救完之后 然后在路边发现了它 当时呢它和它妈妈正在垃圾桶里面跑吃的 所以我就把它给抓了 可以说是彻底的改变了它的命运 这个小奶牛就是当时我从腌道里面救出来的 救出来之后我就抓到了那个小橘子 就是它 它也可以领养 它性格特别好 你看 嗯 可以 这我五只 然后已经领养出去了两只了 还剩它们两个 看这个小三花 来看这个小三花 哎呀 你要把握住机会 然后再给大家做形象展示 你看搞得这么丑干啥 来 好看一点 哎 这样就好看了 立马就像换了个小猫一样 还给你wiki一下 要这样表现才能领养的出去 才能过上荣华富贵15年的生活 懂不懂 现场进行猫的教育 来 你过来 来你过来 你要抓住这种机会是吧 这种机会你不多的 你要错过这次机会 我给你说我只能把你的袋摘了 我把你放归了 来 给大家看一看 暂时暂时 有有有 暂时暂时 哦 想要长毛局的话可以看这 别看它们这么凶 其实它们怂的一批 它虽然凶但是很怂 你可以碰它们 你可以摸它们 我有点 有点 有有有有 别打握 别打握 让摸摸 让摸摸 没事吧 没事吧 其实它们 只是看着很凶 好了 让摸摸 让摸摸 你看 更不打人 猫的还是有一点的 我们这一次还有一只全黑的小猫 小悬猫 又想领养全黑的小猫的话 可以对着它成功 除了笼子里面的这些猫 我们外面还有好几只可以领养的 你看这个 这种都是非常有猫得的 对我们教育的特别好的 这两只 你想看就不算 我们这一次 可爱的小猫 众多的联奥活动 是在10月7号 济南的落想会 下午1点到下午5点 当然了 除了这些小猫之外 我们在现场 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好玩的游戏环节 还有很多的礼品 欢迎大家来玩 是想联奥小猫的话 一定要拍一个 你家的封窗视频 怎么拍呢 就是说 首先拍一下你家是已经封窗了 然后拍一拍你的窗户 证明它很结实 这样子 然后除了我们的联奥活动之外 我们在现场 还有我们 猫的学院的新书 发售 这本书记录猫的学院 四年来的成长历程 和三号楼的爱恨成熟 以及大战士的猫的辉煌战绩 里面还有很多 我们领养人的故事 读起来的特别温馨 里面还有 猫咪床间行为五十文 特别适合咬猫新手去看一看 那这本书呢 也推荐给大家 到时候我们领养活动上见 如果不领养小猫的话 也可以来玩 我们可以做游戏 打打卡 好 11月7号见